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火车经过桥梁或者山谷的时候出轨 造成重大伤亡 但是计划还是在救资的阶段 未定出行动细节 也没有指明目标是哪个城市的铁路系统 官员说 美国暂时没有计划 提高国家安全的境界级别 但是就已经在所有的交通运输系统 包括机场 加强戒备 另外 美国传媒报道 中央情报局人员在过去几个月 一直在巴基斯坦的拉登的大屋附近的一间屋 监视拉登的动静 而拉登的妻子就向巴基斯坦官员透露 在过去五年 他和拉登都没有踏出过房间一步 美军枪杀拉登的时候 他还是着着水衣 至于美军击毙拉登的行动细节 不同的美国官员 每日都有不同的说法 最新的版本 是在历时40分钟的行动当中 在拉登大屋里的人 只是开过一枪 同美国官员较早之前说 双方曾经激烈薄火 是有很大的出入 国防部一个高层官员透露 海炮突击队当日 攻入拉登大屋的时候 在楼下的信差艾哈迈德 就向美军开了一枪 之后他和太太就被美军枪杀 突击队后来再杀多三个人 包括另外一个信差 和拉登两父子 他们事前是没有向美军开过枪 突击队跟着就攻上三楼 拉登当时由监房伸个头出来 美军就立即向拉登开枪 拉登就立即缩回头回去 这一枪击不中拉登 美军跟着就冲入拉登间房 虽然他当时手无寸铁 但是美军恐防他穿炸弹背心 所以就开枪打死他 美军今次的行动 就好像一团迷雾一样 联合国就要求美国政府 公布杀死拉登的准确事实 以判定击毙拉登是否合法 美国杀死拉登之后 将他海藏 有伊斯兰教人士就指责 海藏是对死者的侮辱 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教议 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辩护 说拉登发动911袭击 造成大约3000人死亡 现在将拉登海藏 已经是很尊重的做法 事前曾经征诚过 伊斯兰教教士的意见 除了海藏拉登 奥巴马政府也决定 不公开拉登被杀之后的相片 美联社就根据信息自由法 要求政府公开相片 海炮突击队当日突击行动 以及海藏的片段 政府必须要在20日之内回应 美国反恐战由911袭击开始 而911重灾区就在这里 纽约世贸中心 时间近10年 美国终于取得突破性的胜利 拉登被杀后 奥巴马也特别来到为止 出席纪念活动 他送上花圈向死难者致敬 闭头默哀 又与死难者家属厄受慰问 奥巴马在仪式上并没有发表讲话 简单的悼念仪式 在这棵生还之树旁边举行 911袭击 世贸中心两栋大楼先后落下来 只有这棵树 侧纳不倒 被思维是生命力的象征 当年在袭击后三天 前总统乔治布殊曾经在同一个地方立誓 要向发动恐袭的人还击 奥巴马事前也有邀请乔治布殊出席 这次悼念活动 但被远距 奥巴马又到访纽约市第54消防分局 这间消防局有15个队员 在911袭击当中为救人而殉职 他在消防车前说 这次击毙拉登行动归功于在恐袭中 应用牺牲的消防员 他说这次行动向全世界带出信息 就是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 而且说得出就做得到 而在首都华盛顿 副总统拜登也到国防部五国大楼献花 在01年9月11日 阿盖达组织对美国本土发动连串恐怖袭击 多架飞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和五国大楼 另一架就在奔直法尼亚州聚位 造成近3000人死亡 内基金至今获得承诺捐款总额18亿元 有部分捐款会分期在三年内交付 到现在为止实在已收到6亿8千万元 特别是当我们特区政府财务委员会 还未批准用公帑50亿元这个数字的时候 已经得到18亿 这个承诺其实都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而特区政府依然的目标 还是向商界筹集50亿 关外基金不是一个配对基金 不少议员都对政府冒捐的成绩相当失望 质疑计划的成效 为什么你不是在政策推出之前 是已经有相当把握 会达到这个目标 你才推出呢 局长承不承认 其实这个计划现在可以说是失败呢 你回答我 哪些人捐哪些人不愿捐 说什么给你听 为什么筹不到款 为什么那些阔佬这么有保留 其实政府都未是很着力去传束 这样去向商界去募捐一些钱 回来给关外基金的 因为我们都和商界的接触 他们都有表示 希望政府带头做了这个注资 还有有人向我们都表示 其实都想看看关外基金 那个实质的工作感是什么 政府强调批出撥款 可以给基金以创新和灵活的方式 宣扬承担社会责任 和关内助人的精神 同时会有30万人可以受惠 而作为关内基金督道委员会主席 格政务司司长唐英年 身在四川 但是就在多份报章赞文 指基金正是处于戏步阶段 政府注资50亿 是显示有责任和起大头作用 他强调教育是社会均衡发展之本 被清贫学生尽可能不落后在起跑线上 是解决夸待贫穷的关键 所以不会撤回资助清贫学生游学的计划 相信透过多做解释工作 会争取到各界对基金的了解和支持 是解决在这里 McKendo筑